3月18日,网传韩国艺人金宇斌确诊新冠肺炎 随后有中国粉丝私信金宇斌所属社官方社交账号求证 得到回复,宇斌没有感染病毒 报道师误报,正以健康的面貌生活着 辟谣了网传消息 3月17日,剧外媒报道 韩国演员金宇斌在一次发布会上 工作人员对他进行检查发现了异常 随后被确诊了新冠肺炎 这则传言让金宇斌的粉丝很是恐慌 金宇斌以模特身份出道 加入演艺圈,音主演学校2013和继承者们大火 收获大批粉丝 却在和裴秀志合作完依然依恋后 被确诊为鼻咽癌 随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治疗 渐渐有了好转 在韩国疫情发生后 金宇斌还向某公益机构捐款1亿韩元 用于老年人、儿童以及贫困家庭购买口罩和消毒液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